配合南迴鐵路電氣化工程 台電規劃要在大五鄉的嘉青林部落 設置六座高壓電塔 目前還在洽談架構條件當中 卻傳出了施工人員在沒有告知地主情況之下 就私自進行撰探作業 甚至於隨意砍伐現場林木 讓部落族人相當氣憤 手指著被砍掉的林木 地主感到無奈又痛心 這是位在台東大五嘉青林部落 山區的原始林 事情的起因是台電為了配合南迴鐵路電氣化工程 在未告知地主的情形下 就私自上山 進行高壓電塔集裝專探的作業 甚至把林木隨意砍伐破壞 如此不尊重的行為 引起部落族人及地主的憤怒 你沒有經過我們地主同意 土地也尚未讓他們取得 那怎麼會進行專探也不知會我們地主 而侵入到我們自己的土地上來施作 就是到現場去看 真的有地上的林木啊 那一些作物啊甚至也有道路被開避出來了 那這個是引起我們大家地主 還有我們自己部落的同胞都感覺到都很憤怒 由於高壓電塔及變電站的用地 目前還在與地主協議架構的階段 目前已將訴求反映給台電公司 若無法獲得合理的回應 將拒絕提供土地使用 也希望政府能正視部落族人權益 記得潘軍偉大午相報導 我們在可疑啊 我們才能夠接著 今天我們是目前為止 能不能跟互相 發脾氣變得 freak 而為止 我們現在必須來賣 可以推動一下 我們下了 我們下了 我們下了